今天呢,是去梵蒂岡 大家众所周知,梵蒂岡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 然后一共人口就只有1000,1000来人 面积也一点几万平方公里 没错,这又是我刚刚百度的,哈哈 然后我发现意大利这边的天气吧,就是很奇怪 你觉得它不冷,但是早晨和晚上哇,真的冻死你 今天天气非常的不错,大家看一下 然后昨天走了2万多步,今天估计还是要走很多路 所以没办法,旅游嘛,旅游就是要走很多路 我现在到了这个圣彼得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队伍 我们是9点半,9点半就到了这个地方了 然后现在排到了这里,排到了我身后这个位置 然后你看一下,它的队伍是从这边 blablabla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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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到这里 crazy man 太多人了,然后圣彼得大教堂是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的 建造于11506年 占地呢23,000平方米数 可以容纳6万人 是被誉为是全世界的第一大教堂 我为什么可以背得这么熟呢 我百度的 看了一遍 超强的记忆力就全背住了 然后我们还没进去 然后等排进去以后 再和大家见面 现在是10点14分 大概11点半吧 可以进去就不错了 那一会见了 我进到这个圣别的大驾堂 我觉得太crazy了 就是哇 就简直是不可思议你知道吗 太壮观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要登顶这个穹顶 就是这个教堂的穹顶 要登顶上去 然后现在在爬楼梯 有点累 但这个楼梯其实挺坏 倒不是很大的 所以说 it's ok 当然你是可以坐电梯 买电梯票的 但是you know 我们这种强壮的年轻人 怎么会坐电梯呢 开始走楼梯吧 哇 已经开始喘了 哎呀 已经喘了 我已经晕了 哇 这个一圈一圈的转 晕死我了 马上到里了 顶上应该 风景会很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哇 晕死我了 太晕了 这是鞋的 哇 我出来了 看到我的汗了吗 哇 累死我了 这个景一定要很好看 不然的话 我会很生气 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哇 梵蒂刚刚在这个角度 像是一个钥匙 这个是钥匙的那个头 下边是钥匙的那个腿 真的很像钥匙 然后那就是我们排队的地方 大家看到排队的那个人群了吗 我给大家zoom一下 我把手机打不掉 看到没有 排队的人 依旧在排队 而我们已经快参观完了 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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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的行程就是 梵蒂冈 还有这个 神秘道大教堂 还有博物馆 已经结束了 然后总理下来就是一个字 累 虽然那个教堂其实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壮观 然后 但是我实在是太累了 今天估计要走两万两万五千步左右了 太累了 然后 我现在刚刚参观完这个博物馆 然后准备去围兵馆休息一下 然后晚上去吃饭 我就连续两天吃了意大利餐 然后今天我们要找一家中餐 改良一下火吃 因为我实在是 吃不下意大利餐了 我 我感觉 在意大利吃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 就 意大利面 包括披萨之类的 都没有在国内的好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比较适应国内的那种风格 到意大利就感觉意大利面 它煮的比较筋道 就是感觉没有很熟 就很不一样 所以一会儿今天晚上就吃 吃了一点中餐 我实在是太累了 我就不说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来到意大利的第几天 第三天 今天我们要坐火车去佛罗伦萨 现在在罗马的火车站 看我的头发 没错今天头发又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早晨太赶了 没有时间去整理头发 所以就随便搞了搞 本来起来以后是爆炸的 现在是走在佛罗伦萨的街头 我发现我更比起罗马 我更加喜欢佛罗伦萨 因为虽然都是历史很悠久 但是佛罗伦萨的街道会比罗马宽很多 而且就是感觉很大气 很宽敞的那种感觉 我在大学里的专业是 土木工程和建筑设计 然后因为我学建筑设计 会学很多建筑的这些历史 就是architecture history 这是我最讨厌的一门课 因为这门课不仅要画很多的历史的这些建筑 并且你还要背一些东西 然后考试的时候要考 然后我就发现有一栋东西是我当时画过的 就是我们学过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 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画过 我的天 我看到它就很亲切 就是这个结构 这个穹顶的这个 这种结构 我当时画过 但是具体是什么内容 我已经忘了 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 Mobile Mobile for life man Mobile 扫一下看能不能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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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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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诶 牛批啊 这个他们说像毛主席 这个说像普京 这是建筑这个门的艺术家两位 挺像的哈 我在这边 街找的一家店 买了一个佛罗伦萨的肉虾膜 牛肚包 非常好吃 面包虽然有点硬 但是里面的牛肚真的很嫩 如果大家来的话 一定要去买 我们在看乌菲兹美术馆 这里有很多名画 有米开朗基罗的话 有达芬奇的话 然后上下的话 我都不认识 我只知道这两个 导游在说很多 关于这些话的历史 感觉很厉害 但是实在是听不懂 这就是为什么 爱情是盲目的 因为丘比特 他蒙着眼睛射箭 现在是在西安王 威尼斯的公车上 昨天我们去了大哲村 一直穿着这件外套 因为我只戴了这件外套 然后本来想买一件外套 但是没有合适的 大哲村 就毕竟是大哲村 东西都不是那么的好 要坐两个小时 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对比罗马来讲 我觉得佛罗伦萨 是更好一点 对